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早安 欢迎收看这一节即市攻略的林子棠 这个环子有Stanley在这里 Stanley 你好 是的 大家好 多提大家有任何股票上的问题 可以打来204-6566 问我们专家意见 又或者把问题的电源去到ASK-BSchannel.com 或者WhatsApp到915714-200 Facebook上面都是准直播 大家可以帮我们like和share影片 有问题留下留言 会尽快解答大家 市场又跌下去了 暂时跌幅收集一点 跌248点还是978点 所以国企指数跌88点 最新涨6751点 大市成交346亿多 今天整体股份跌得比较多 尤其大家都知道是比亚迪 confirm股神要沽货 一拉拉了11% 最低230元都穿了 去到229元 其实至少 数量和持股相对 是的 还有那么多货 还没拿出来的时候 市场都没有运行 我想问甘甘有没有看 她是买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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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昨天开口很重 我昨天叫人货的 所以我看下 阿甘甘应该 如果你跟了货的货 都很不错 昨天说她货的货 看货的250元都不止了 昨天有些不胆不撞 昨天纯粹是因为 我看完那份业绩 我觉得那份业绩 我不是那么购买 所以 是的 业绩都很好 倍数 增长两倍 好像是吧 是的 但是 怎么说 看很多细节的东西 因为这次很多业绩 其实坦白说很多 很多行业 本身你预了去 都是增长会不差的 但问题是 你里面很多小行 反而那些 你当一些叫蛛丝麻跡 你会记得到 那个行业本身 是不是ok 其实之前小鵬的业绩 我都说它不行了 但是 其实有些东西 好像小鵬的业绩 我觉得比较差的东西 其实你说 在比较迪的业绩身上 也看到的 所以我先 昨天 大家问 好像说 放一些科技股 放哪一只 我先说 我觉得今次 要放一些比较迪 但是那次 昨天是不关 不关减持数 不关减持数 只是刚刚又不打不坐 他刚刚很减持 但是你说减持这件事 又比较 比较 比较难搞了些什么 第一 我都没有预计过 它 300元流下减持 我之前都说 其实 为什么这么快减持 但是 它今次减持 量是暂时不多 但是 因为它量不多 所以更加次突然 因为 其实用回好像 腾讯的例子 如果你解释 现在这一刻 你减持 当然 腾讯更加次 極端 極端一些 就是它的货多 但是 但是比较迪 它本身 它拿着量 它H股的量成是要持有的 那量都不小 如果你 逐少逐少都减持 的话 其实就变成 气氛上是差的 而且 始终 比较迪 大家可能以往的时间 它的股值 是比其他同业 都比较贵 比较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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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为什么比较贵 最主要是 因为股神的 光芸加持 如果你问 你现在开始 连股神都减 真的变成麻烦 我想整件事 看上去 对于比较迪 一定是差的了 那它整个电动车板块 都不能玩 其实巴菲特看东西 都很看长线 连他都觉得 差不多水位 都差不多了 要剪掉的时候 其实其他 可能 三傻那些 都买不过 其实 上一次的问题在哪里 为什么突然间 我对比较迪的看法 都比较 很悲观 很沉沉 最主要是 那时候我说 小鹏 充装业绩 我跟大家说 不可以 为什么说他不可以 因为你会见到 他那个营业额 升的同时 你看到他那些 是营销的开支 你看到他R&D的开支 其实是没有减减过的 基本上 就不断会增加的 其实这个情况 令大家应该是 要想一想 这个状况 什么时候 可以改善到 因为 suppose 就是说 你这些公司 在某程度上 你越做 你应该是可以 你那个叫做 营养的效率 不断会提升 意思是什么 意思就是说 你那个无利率 你那个经营利用率 你那个经营利用率 其实你不断会提升 先对于你的营业 那个利用方面 有些比较大的帮助 但是小鹏 其实你见到这些情况 之后 你看到其他车股 其实都出现了 相类似这些状况 到比亚迪 其实比亚迪 你见到他本身 就是说 为什麽在这份业务之后 会觉得好像 我又不觉得是真的很好 因为最主要就是说 你见到他其实那些 燃烧开支 R&D开支 还是很厉害的 就是变成了 这个好像一个 一个律 大家都觉得是 解决不了的问题 所以就变成了 是的 是这样东西 所以 没有 我觉得假设 现在出现了这一宗消息之后 我一直都不用看了 会不会影响大市的市况 不会 压着市场 其实不会 其实不会 今天市场就这么说 只是二百多 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 反而我今早不断在寻 找一些股份 要加住 买 不过又笨了 尤其是我都说 尤其我昨天看了一份业务 我都说 比我数量中 都OK 都OK的好 不过今早呢 市况 真是见到它 滚了下去之后 又衰贪心 希望不要重蹈 1098个福祉 不过都没有 我一会都会 都会想一想 真是坏 我不知道大家的心态 或者大家的想法是怎样 但其实你说 现在这些市况之下 反而没有 你这些股份 跌下去 最好是OK的 就加了 我反而今早 我反而觉得市场 现在跌下去 跌不下 这些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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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太淡 昨天我都有跟Samuel说过 因为8月份 其实overall的波幅 都是比较窄 好像是今年以来最窄 千多点 9月份 会不会走大一点 还有开了20大 开会的时间 16 会不会走大一点 好像波幅 无论向上向下 现在 我觉得问题是 你都不知道它想怎样 其实 你现在 我觉得 变数 其实很多 好像已经 怎么说 好像很难 很难去掌握 那些市况 那些市况 好像现在 变形合理也不是伸手 你都好像 都已经花了一段时间 像Tony说的油控 油价一样 其实 你讲到油价这件事 你用现在的情况去看 你都可以说 变数会大 但是 我想说一样 就是说 其实现在市况 这些市况 很多很多变化存在 甚至你可以说 很多不确定性的东西 其实都继续会发生的 但是 只不过大家要想一样 就是说 这些不确定性的东西 究竟是 影响真的会很大 还是 其实只不过 都是大家 已经说了很久 就是大家 要说的 要反应的 都已经反映了 我想看这一件事 所以 用来说 尤格的例子 通涅 可以说尤格的东西 其实天然气价 有趣的 没错 你看看这两个时间 欧洲的天然气 那个价格是狂跌的 是 跌得很厉害的 但是好像没有什么 提及到这件事 就是说 上个星期天然气的价格 是狂升的 上个星期的天然气价格 是上了四成的 这件事没有人说的 但是呢 我之前有看过一件事 就是说 中国将自己用剩的天然气 就卖给欧洲 令到欧洲本身 他们想着 好像11月 那个储备率 还是9月 我忘记了多少月 储备率可以去到100% 是 本身缺口差很多 但是因为大陆 卖的天然气 卖的剩下的天然气 被欧洲 令到他们的储备率 现在已经去到80% 所以 气坊的问题 现在好像有点舒缓 这是我上两个星期看的 其实是有一件事 你说那个叫做 那个气的储存率 我当你100% 算得好 其实不代表什么 你现在的想法就是 至少是冬天的情况 不会那么严峻 其实没有人知道 冬天 如果晚上再冷一点的时间 你以为自己够 怎知道你不够 你更大的事 当然你可以递一转 当然你可以说中天没那么冷 那这些气都可能融掉了 但问题就是说 我昨天说了一个点 就是说 其实经过这件事 就是这些事件之后 其实我觉得 如果那些国家是懂得想的话 我前途上 你应该要加大自己本身的 可以储存的库存 因为如果你这么计 可能你纯粹说 我这个车捱过了 可能等下年才算 这些是一个很不负责的做法 但如果你就算你增加 增加一些空间 去储存一些天然气 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那这样便要做 所以其实按道理 你会同步做很多东西 等于很简单 就是说 你可能会建一些限制的电厂 你当你火电也好 你建出来就没所谓 那你就走着 但是至少是说 你用的时间 你不像今次那样 你没有用不到 所以变成限制 可能做一些 可能多一些 可能发电架机组 可能做一些仓储 一些储存能源的东西 这些方面的发展 一定是会加快的 而且如果以现在来计 我不要说什么 你说那些储存量 例如那些气的东西 我真的不觉得 去储存多一些 就是在某程度上 是会觉得 我刚刚够就算了 我会加下去 不会 只不过它现在是没有做到的 但是现在 我觉得它不断会 搞成这些东西 而且 某程度上 其实你说现在 俄罗斯 我想你又关了那条管 都不时会发生的 所以 对于一些 一些国家来说 其实你会说 可以 重量储存得多少 就是多少 那么用回 你说油为例 油呢 有件事就是 因为今年的 12月5号 10月5号 本身就是说 俄罗斯那边是找些油的 在这个节目之后 全部会禁运 所以按道理 就是说 如果你这样计算的话 就是在这一段时间 很多的国家 都会不断地 狂买油 这件事又狂买油 所以按道理 你说油价 我又不觉得会特别回得 就是你要用回 如果看近期的走势去看的话 油价只不过是有限度去走 就是又升下又跌下 你想回头 你上一天的时间 你油价又升百分之四百分之五 就回回 昨天的那些人都吐回了 再次的升幅 其实只不过现在 这些资源价格 是有一个很大的波动 但是你看到一个trend就是说 其实你这些国家 你根本上一定会 你不能选择 你一定是要去 可以的话 就算你抢 抢定先 所以没有 反而你说这一阵的时间 所以你问我 我会不会怕油价的东西 我其实不知 不知觉得 现在越来越觉得 资源上的东西 它会更加长 可有 接下来又随正 四天之后 我看很快 所以油价格也不太跌 反而Tony 我今早就说 想买家住的 就是138 我今早就看着他 今早就跌过去 五个秋多 我想如果去累回 就是刚刚那段时间 他再留下五个白楼后座 我会买的 怎样才知道他又不下去了 现在淡粉上六元楼上了 这些是很尴尬的 现在变成了这些位 跟我之前的价格也不是差太远 但是这些真的是 真的 真的 但是它没有派息的 这种中期式 没有派息的 不是的 这种情况是怎样的 这种和1919那些是很不同的 因为这种方法 好像1919 还有306 这些 去做干散 这个 Roc original 叫做集装商 集装商 上半年 都赚到 他每家 HAVE都赚到耸 所以你看到他们派息 是厉害的 第一 306因果被离商 应该是特殊 你想看看它的业务 它做些什麽呢 它做LNG 混油 其實今年上半年的時間 今年到第一季的時間 那些運輸的船 其實沒有人扔 所以當時的船費 那些運費價格是負數來的 可能是負幾百美元一天的 但除了第二季開始之後 情況有點逆轉 因為開始之後很多國家 開始要不斷去深添 第一就是有些國家的負存已經沒有什麼 第二就是開始 開始不斷向很多的國家 開始去俄羅斯那些就賣油了 所以突然間那個運費價格 回到之前 從扶索開始 慢慢的升上去 到現在這段時間去到多少呢 你想想到現在是三四萬美元一天 然後為什麼要這麼厲害 有些人猜就是 因為剛剛提到一個項目 如果假設俄羅斯那些東西還沒有做 有機會被人禁止 更加令到很多的國家 更加要往更遠的地方就賣油了 所以有些人覺得 就是說當今年年底的時候 這個運喻的 VLCC這些價格 每一天去到多少呢 他們當然很樂觀看 去到10萬美元一天 如果這樣計的話 你做VLCC 一手摸這些 它變成第三季的事業業 你應該會帶回身了 所以我又覺得 我根本不知多想去 我覺得這樣 因為我今天第一次轉 我覺得它的價格不會增加 但誰知道市差就增加了下去 所以我覺得今天不知多想買 因為第二季呢 如果看回它 它已經出現刑警的 它預計回來說 它那個 它第二季叫做轉賺 應該第一季是嗎 第一季是賺的 賺得很少而已 第二季叫做是 就是再有些改善 同比不可以講的 同比一定是大跌的了 因為上年的時間 那個價格率超高的 但是現在它那個 出來的業績表現 其實是它預期 即是刑警 那個上限來的 它那時候預計 它大概是 就是上半年的時間 好像賺1億2千萬 至1億8千萬 現在欠200萬而已 那這樣OK啊 我覺得完全很合理 是啊 Tony 它Q2的業績其實是大升的 就是跟第一季比的話 是大升得很厲害的 是 上年Q3其實是虧損的 就是上年的時間 所以它今年第三季 如果按現在的情況去看的話 應該是會大賺的 所以我今次不知 不知 我都不想1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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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知它那些貨很少 如果看一些排盤的話 不多的 那當然不多 不多 所以 不是無關的事 因為這次本身 也不是很熱門的事情 但是你看它的股價 由今年的表現去看的話 是完全不跑贏的 其實在韓國裡面 它完全不跑贏的 特別是第二季之後 是爆升它上去的 我又能解釋到那個情況 所以這些 我反而真的不怕 我真的覺得 如果要買的話 反而會買去 都不是說派適 因為說真的 你派適這些東西 叫做過了去的 但如果你說展望的話 那些1300這些 真的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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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之前 之前是頂著 油價狂點那一陣子 它是賺死的 為什麼呢 之前那一陣子 上年沒有因為 扶油價 那時候 那些油 你奔出來 你不會放 那你每個人都去 訂些油輪 我們放油 所以那時候 那些油的運費價格 是升到瘋 所以為什麼它的業績 上年的時間 會這麼厲害 但是你沒有這支歌仔唱 但是只不過你說現在 假設大家要搶一些油輪 要用油的時候 它應該真的會 那條數會很厲害 而且本身VLCC 這些油輪 近年 那個叫做全球 那個叫做那些 那些運力 其實沒有怎麼升過 所以變成這支東西 真的會很 我覺得 如果你說以下半年來計的話 這一支就真的會很厲害 嗯嗯嗯 好啊 所以我通常有貨拿著它 我有貨拿著 甚至乎我會加著 嗯 不過今早上 真的沒有找到一個好一點的價格 是加著 嗯 好 那今天最低樓是5.7.3 大家可以留意 還有 Bianca 她買了一支1579 就狂立了 很久了 這支東西 是啊 但是海底撈 都出了一個業績 叫做OK 性盈景 我見到一條題就是 算了這些 但是大家都知道是什麼 不得了的 又封這樣又封那樣 你海底撈 不行 沒有生意 其實移海供貨給它 都一定不好得去哪 而且移海本身的業績 那個叫做估值 它一點都不是便宜 你很喜歡的 你之前不喜歡這隻 很久以前 很久以前 四五年之前 疫情之前 一段時間 那時候是5元而已 但是它大概上去 約8元 但是 就是一時比一時有 那時候 因為海底撈 你可以說那個叫做 增速勁 你可以誇到 那時候 海底撈處了一個高增長期 移海去支援公司 一定是受惠的 但是你說之後 第一 疫情 第二 就是因為本身 那個行業的建築都大 所以其實你沒有辦法 你只可以說現在 很多事情 從之前相比的話 它基本面 真的叫做惡化得很厲害 所以 不過我知道 阿扁已經是開了很久的了 沒有啦 暫時你還是想想 開著它先也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因為現在你要翻新的話 我想第一個 先決條件 就是下來的疫情 真的要快點搞定 但是現在 你搞定也好 始終我競爭 那個行業競爭 是真的很大的 所以只可以說 快要等一會 等機會才沽了它 好啊 我們不如先聽聽 家庭觀眾的電話先 胡小姐在電話旁邊 胡小姐你好 早上 你好 你好 雙方哪裏的股份 我想問是 1989 沒有貨 我想問是 這隻買不可以 不要 胡小姐這隻不要 不要碰了 我想你聽很多消息 新聞這些 我明白你有時想短炒 但是有時的錢 你很難賺的 說真的 我又賣給華貿 現在 是啊 但不 很坦白的 有時的股份 你又當投機 我說不行 但是有時 真的 怎麼說 我想我的風格 不會叫你買這些 說真的 我不會這樣做 可能你問其他人 其他人會叫你買 那些東西 前景 像是 好像 那些很漂亮的 但我想我真的說不出口 對不起 如果你問我這隻 我一定會回答你 我沒有意見 好 多謝胡小姐的電話 我說了兩件事 我看看Tony那句 美國和Elon今早上的衝突 是的 只不過去衝突的地區 應該不是近油田那邊 所以油價有沒有這樣的影響 反而是昨晚的時間 因為本身說 美國那邊的庫存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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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外地多了 所以再加上 大家對於那些 可能加息 對於影響經濟 這些東西的話 就對了下去 但其實沒有程度上 油價真的不會怎麼 不會怎麼 我想你這樣說 都是那件事 俄羅斯那邊的油 你如果禁止了它的話 我真的不覺得全球 是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油價 我看法都是比較正面 嗯 好 聽到家庭觀眾的電話 吳小姐在電話旁邊 吳小姐你好 吳小姐你好 你好 是 我想問哪隻股份 我聽到很細聲 是嗎 現在是不是聲音 現在是否好一點 現在都是細聲 是嗎 不要緊 小編他幫你推一下 好 你想問哪隻股份 我想問2800和港交所 港交所 我問這兩隻股份 可以在什麼位置進去呢 嗯 好 知道 兩次三次 都沒有問題 不然你都是用來擺的 是不是 如果賺就這樣 不賺就擺 這樣說 有了 刑庫你買來擺 是沒有什麼意見的 因為刑庫你這些位置買 即是你要按長線的話 是 市按道理就跌下去也好 我覺得跌得不會特別多 所以你說買來擺一下 我沒有什麼意見 你隨便都可以買 是 反而3008呢 有點尷尬 因為 為了這麼說 大家都常常說 遲些中概股回來 可能會對它有幫助 這樣算 我程度上我都認同 始終中概股回來的話 你的成交量應該按道理 都會多些 但問題是 因為你短期的時間 你港交所的股界 好看市場的氣氛 現在的氣氛 大家都好像不想看市場的時間 氣氛比較差 差的話 它沒有人行的 而且我自己都覺得 怎麼說 沒有壞點 現在你又好像 你又不見 即是你買它的話 你除了駁它好像價 跌得比較多駁反彈之外 那我沒有其他壞點 但問題是 即使你說它跌很多 駁反彈也好 我想現在大把股 駁反彈直撥路 比它更高 所以變成現在 就不撐它了 不撐它了 不要抹著它了 先等它 好 那繼續看 30多問號為甚麼 Kelvin 有甚麼問號 我沒有明白 Kelvin 有甚麼問號 因為它看到它 中期順利升 升一倍幾 但今天有隊 400% 會不會有 不奇怪 現在很多股都是這樣 而且最主要是 很多股票出了型起 它的好是預期之內 所以其實沒有甚麼 你也可以說 除了型起也好 你的隔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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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大哥真是 真是慘 看4、5億 今天跌多少 這些做法 有時候 你當作是財技的東西 我一向就很虐忌這些公司 還有你說 300本身以往的時間 即是它們那些 那些企業本子的東西 我都不拜 是的 以前 以前的時間 你隔不少 可能大股東又買些東西給他 他又買些東西給大股東 這些我不是那麼喜歡 所以變成這些股份 就是小店唯妙 好 最後不如說一下1137 今天也有二棟 爆成1,107上去 瘋了 是的 它終期賺多3,3 那些人不斷狂賺它的業績 但是它們這樣衝高 那些人又不敢叫人買 算了 但又令我想起 Vicky說 他有朋友做日本城的市場 他老闆很樂意見到疫情反彈 在那等錢回來 我這樣說 在商言商 譬如你真的有些股份 你說疫情是受惠的情況 因為137一定是 你又這樣彈上來 我這樣說 反彈是合理的 彈上來是合理的 但這個彈複合不合理 就是良體 但當然因為它的股價 也在過去這一段時間 跌了不少 你彈上來 或者說外情路上 都是合理的 但只不過因為1137 自己本身 我印象中 也好像近年都是說 有些新搞作 可能進乾其他地區的市場 證明了資金上 都有些需要 所以有沒有機會 真的彈高完之後 可能有些動作要抽水 我也不奇怪 所以這些又不是不好 但是就似乎 我想如果你要 就是你說 照現在一刻才追貨的話 就真的要小心一點 我覺得不說不說 這些位置就 未必追得下手 剛剛有幾個push 我的垃圾碑桂園又跌5% 沒有啦 內房 內房真是 內房真是 現在6% 6% 7% 因為內房 始終你真的 那個情況是 我有那句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判 坦白說 我真的經常在想 這個問題 我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二十大會有些指示 其實很難 我覺得很難 因為那個情況是怎樣 除非你真的要找人吃光 所有內房的東西 不是 其實你 就算你 你當 你當我幫A吃 我不吃B 又有什麼問題 我吃B 但CDE FG 又有去死 究竟你 究竟你究竟哪一個 究竟哪一個 究竟哪一個 這件事已經是一個很大的考量 第二就是 其實我們的情況 真的是 一線城市的樓市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 因為那些城市 那些樓 基本上是說 大家是爭著要的 你看不到 你很難見得到 可能一些 叫做一些 核心地區 你見這些樓 是爭尾 雕空 基本上是不會怎麼發生的 是 因為就算是假設 有些情況出現也好 要找人接手 一點都不難 但問題是 你想想 可能有個 可以齊齊蝦耳 可能它整個 一百萬的城市 一個地方 現在是爭尾 叫你接 你接不接 就是這樣的情況 現在就是說 那個問題 那個核心就是說 有很多偏遠的地方 真的要花很多錢去做 但是你說現在那些盤 你現在就當藍尾 那你怎麼辦呢 所以這件事 其實你 我覺得是 你簡單一點 你不能搞 那變了 但如果那些要救的話 沒有說不行的 那 看我怎樣做法 但是現在以我的智慧 我是想不到的 因為這個問題 我真的想到 有時候 有些 可能有些時間 突然自己勾一條筋 又可以想一下 給我 怎樣去查這些東西 就是 當我真的有很多錢 也好 當我可以叫銀行做圍 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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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搞不定 搞不定 你回到現在的 近日的例子 你想一下 銀行的業績 大家都覺得 也是平穩 可能如去 都是 升百人之五 升百人之十足 那些業績 其實以往的時間 還不是這樣 還不是交出這些業績 為什麼 今次會害怕呢 害怕就是 你內房那些 不良貸款 那些品牌上升 但是 如果再認真看的話 其實不良貸款 都是升 如果那個數 它都是可能 打得上去 但是那個幅度 可能你說 由一變了五的 打難了一百萬 變五百萬 你說是不是 那個數是 那個數很厲害 又不算厲害 但是這個變化 甚至是 大家擔憂 是厲害的 所以這些 你只可以說 真的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如果這樣算下去的話 就是要解釋 第三個是 內銀這個問題 還是可能 不然是貸款率 再升的話 其實 你的內銀都沒有升 其實這個是 那個氣氛 那個叫做 一些心理上的影響 但是這些 你很難省 所以 沒有辦法 內貨 為何才是 為何才能搞 好 最後回答了Ivy 一百一百 招金 六個六二有貨 上網多少 但現在又怕加息 歐洲又加 美國又加 那些金 其實昨天都回了很多 一千七百 所以我覺得Ivy 你有貨也好 你自己彈一點也好走 我覺得金價 其實沒有條件性 因為那個息口問題 美金會太強 現在真的會強 不過我這樣說 這個星期 美國那邊會出一個 浪番的數 其實你預計了一件事 當我現在預測一下 雖然這回合 美國真的有點 昨晚那一刻 都有些意外 它會跌下去 我最初覺得 美國是有條件彈的 但你以回當前的情況 怎樣呢 假設浪番的數 出來很厲害 是 即是你又變相 美國會再可能 一定加0.75 這樣算 但是其實你剛剛 過去這一段的時間 其實大家已經 預計了加0.75 所以出來很厲害 也好 由事業按道理 每天反映 所以 昨天已經先跌了 最近我覺得 跌的幅度 其實兩點二 都會有點跨 不是跨的 怎麼說呢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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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實今年 其實今個月 美股 你當它最近跌很多 但其實嚴格上 弊份 跌得不多 即是大家 昨天我都跟大家 講過這件事 即是這把美股 你說沒錯 最近跌得很厲害 但如果你用回去 我當我用回去 如果這個月來計的話 其實道指跌了 3% 是多的 那你用回 如果我用HSI 其實呢 是差不多 大家都是 咦?我們還贏 所以為什麼 那是正確的 我說星期一個月 為什麼港股不跌 其實你想想 沒有怎麼跌 我們沒有跌過 沒有升過 不過複雜 對 整個美股升那麼多 跌下來是合理正常 所以你想想 其實如果你這樣計的話 其實美股沒有什麼 你問我都沒有什麼 但只不過 如果你選一次 星期五 那個數出來是厲害的 美股可能已經反映 即是要反映了 有機會一彈 如果地板轉了 出來是差的話 更加之一彈 所以如果你這樣計 反而美股今個星期五的時間 升的機會都頗高 即是看頂度頗高 所以大家就看完這兩天 這兩天看看 美股的行程怎麼行 但是博反彈 不是不行的 我想星期五是一個 值得大家博的時機 好 大家留意著港股美股 港股沒有東西炒 去美股算了 其實這樣也不是沒有東西炒 只不過 要擺 看你的心態上面 你博不博 好像 其實你問我的話 很多股的業績表現 真的不差 甚至好像 尼團 你一年七月那些 其實這些位置 你真的 我覺得有幾吸引 十元留下 現在十個三個多 十元留下 我覺得又不差 所以我覺得又不是沒有東西買 只不過 現在的心態上面 真的可能你預計了 買下去 有機會要坐下 要坐 全部都坐著了 是啊 但是我又很幸運 我又有些貨 有些貨底 那些 有些輸開又輸 那些就不管它 但有些譬如之前的身家 那些都OK的 那些又 但是變了沒有了 這些事 要不你又 要不你怕那個時候會再懶惰 要不就完全清瘡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真的有些 股份的業績出來 你說真的差不完 甚至乎又不差的話 他真的又不怕 又不怕想想 嗯 好 最新 我看到有兩個push 很有趣 李家超就不去深圳 因為疫情 是啊 但日本又放寬這個 非旅行團的外國旅行 我終於還說這件事了 你想不可以 我想 請一個禮拜假 但回來要什麼 回來要什麼 什麼三日 你可以上班的 什麼三日隔離 三日還是四日 但問題是什麼 貴 除非我去兩個禮拜 如果不是 我去一個星期 回來旁邊 又要隔離 三日隔離 三加四 你可以上班 不用去吃飯 打坐坐前 其實做得到 但是不會 我去 你去很長時間 代價是三日便可以 如果我去一個星期 甚至乎我去四日 然後回來旁邊 三日 什麼鬼 有價錢 我覺得可以 可以揮放 好 你可以提示 我不行 我不行 你先拿一件貨 拿一件貨 好啦 大家繼續看著市場 都是跌二百多點 多一點 1%左右 比今早好些 不如看A股 都沒有說過A股 A股 今天的做法 這個都差的 哇 跌1% 不 因為你沒有 其實深圳那邊 疫情爆發 其實都是只有十一宗 不要說爆 但是沒有人發 這一宗爆發 你立刻又封 你想一下 其實經常講 深色的重鎮 經濟重鎮 你弄一弄 但是呢 我在我想 二十大之前 你只有十一宗 你都這樣封 的時候 是不是就是說 它的清零政策是會持續呢 當然 否則 你應該慢慢鬆一下 鬆一下 鬆一下 到二十大 你又不放棄清零 就像刮自己一巴掌 但是 沒有辦法 你想一下 突然出現 可能到時候會有 但一星會有幾代 好啦 你之前和Sandy 談到這個先 Sandy有沒有持有上述的股份 有 跟大家深入了 謝謝Sandy 這麼詳細的分析 稍後回來 我們還有其他的直播 我們下次見 OK